墾丁的海 长长的一大片都变成了红色 看起来有点混浊 不过千万别以为 这是海域被污染了 再仔细看 混浊的海水当中 其实全都是大量的珊瑚蛋 透过水底摄影机 生态学家发现 墾丁此刻的海域 充满了大量生机 这次下去的话 你就感觉整个海 就是软 全部都是软 甚至连路都看不清楚了 镜头记录下 海底的珊瑚同时大量产卵 一颗颗小小红红的蛋 随着海水不断的蔓延 不断的延伸 看起来就像是 繁星点点非常美丽 而且一次十多种类 数百珊瑚奇发的壮观画面 连生态学家都要叹为观止 这是我历年来做调查 应该算是最多的一次 这一次珊瑚会爆量产卵 专家研判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化 导致目前的海水温度比往年低 所以延迟了上一次 珊瑚产卵的时间 结果这一次两次一起来 才会出现这个 大海被珊瑚蛋染红的生态奇景 大海被珊瑚蛋染红的生态